欢迎收看 杨琪 潜入女生宿舍又妙張黃鐙輝 偷溜出去真自己 住民景 女同事房間隨便住蔡雅倫 女生宿舍好好玩 什麼怪事衝衝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人 瑋瑋 我是高中老師 蜘蛛 蜘蛛倫 大家好 看我今天穿多了 好 高中老師 是 高中變態老師 還好 變態老師這邊的老牌 瑋瑋 從出江湖 從出江湖 對啊 妳好一陣子不見了 對啊 剛剛有一陣子不見了 為什麼 拿叫 不是 就是在家念書啦 揚肥 我瘦了一公斤 從上禮拜天 我都會從三重騎腳踏車騎到淡水 幹嘛 好遠喔 我還會拍照定位 對 就打卡 真的 我連日騎了三天有變瘦嗎 難怪有變瘦 要這樣 要念書 但是還是要運動 真的 你運輸 你念書我們覺得很好啊 但是還是要運動 對啊 不要變成一個書呆子 蔡小倫你是混血兒 沒有 不是 你是台灣人 你亂講 沒有很混耶 對啊 台灣人 但是你怎麼看起來好像混血兒 對啊 你是怎麼 我會 要問我爸媽 還是有原住民系統 有原住民系統 有原住民系統 然後這麼白 爸爸 爸爸是哪裡 阿美族 阿美 阿美族最漂亮 對 阿美族 對啊 所以你有看 你有去看賽德克巴萊嗎 我看了 他講的話你聽得懂嗎 還好會看我們這一集的 不是這樣 還好不是 蔡小倫你以前會很想進女生宿舍嗎 是 還好啦 我們學校女生宿舍 那是體育班的 那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被毆打 很壯 不能亂進去 蔡小倫現在在幹嘛 在當model 都有DJ 然後model DJ 第一次來嗎 來 第一次來 好高喔 真的 又高 真帥喔 你說他像原住民 我一點都不相信 等一下 你們就美國人 你為什麼身上會有這麼長的頭髮 好嗎 我家的貓 你家的貓有長頭髮 你家貓有長頭髮 看這麼細 你家是 沒關係 好 我們相信 什麼貓 金絲貓 你家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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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隻貓怎麼這樣子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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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真的還不錯 來 薇薇來 跟我們model走個秀來 來 真的假的 幹嘛 太開心 對 好 預備 音樂 對 奇怪喔 你看他那些 一走秀他就變一個人 對啊 你有受過訓練嗎 我只是被罵 在凱惡都會被罵 你真的不 下次不要來走我的秀 連走路都不會走 你為什麼講話都有老外強 沒有啦 原住民家 原住民家 不是吧 你又沒有那個 你是老外 你不要不承認 你不要裝了啦 你是不是從花蓮那一代 偷偷 偷渡上來 沒有 會不會是你那個祖先 就是那荷蘭人來的時候 有混到 你怎麼這樣講 看祖先隔壁有沒有住 我沒有不近的意思 阿美就是不跟荷蘭人講話 而且你看他這個烙腮 就是那種老外的烙腮 對啊 對不對 老外這裡留不起來 老外這裡會有 好 不是不是 好 你不是老外 OK 好瘦喔 真的好像外國人 好像外國人 真的 而且很帥 對 那黃正衛 你請入那個女生宿舍幾次 我沒有請入啦 沒有 但我們都要在外面偷看 是不是 對會 看想進去嗎 不是想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想看裡面他們在幹嘛 結果呢 對 但是 他們其實都暗暗的 看不是很清楚 對啊 頂多就會看到 如果有比較三八 把內衣掛在外面這樣 鍾明姐 你們平常在女生宿舍穿什麼 其實我是國中時期耶 嗯 然後因為我從小到大 在台灣 國小跟國中都是 都沒有住宿舍 所以我那時候 國二的時候到英國遊學 非常期待可以住宿舍 然後跟一大群女生 結果進去第一晚我就嚇到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外國來的學生 然後我們的同學都是歐洲女生 哇 第一天晚上我打開門 走到走廊上 就看到起碼有三個歐洲女生 穿著蕾絲的三角小內褲 哇 還有成套的胸罩 然後那個蕾絲 就是在她那個屁股最翹的地方 看得我很害羞 因為我連在游泳池 看到女生穿泳衣都會害羞 我第一次看到女生 穿這樣在我面前 因為那時候你跟小男生一樣 就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是13歲 怎麼人家 對 人家有這樣子我都沒有 那誰 這才叫女生術 楊婷你在宿舍會吃檳榔嗎 為什麼你是這種問題 為什麼 這麼無聊的問題 我拒絕回答 意思就是會吃就對了 而且土一地有沒有 我問你 你有住過宿舍嗎 我從國二住到高三 他們在裡面穿什麼 他們穿什麼 我們其實真的在宿舍 他那個比較妙 因為其實在宿舍 基本上要睡覺之前是不穿內衣的 一定都是 就是背心 夏天的話 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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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hirt 然後就是內褲 內褲 裡面沒有內衣喔 不穿啊 你睡覺穿內衣不舒服啊 台灣很熱 而且都是女生啊 對都是女生啊 所以就都不穿內衣啊 沒有再穿內衣 你有沒有看過特別大的 當然有啊 多大 跟你同年齡 怎麼大成這樣 都有 都有 你們會比賽嗎 不會比賽 但是其實說實在的話 當全部都是女生的時候 多半大胸部的女生其實 反而會很自卑 會抱起來 會被歧視 是喔 對 因為大家會笑你 對 大奶媽啊 什麼樣啊 乳牛 對 然後 而且如果都是女生的話 有一個好處 就大家還會偶爾 心情好就 抓兩把 什麼都 你們會這樣子玩喔 他這樣 好爽 二頭好爽 我印象很深 曾經有一位我的學姐 然後她就是那種 非常胸部大的 嗯 然後大家就成 就會就是動不動 因為你 其實她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她就真的永遠就是 你看到她就是 就很煩 然後有的時候 那有一次她在那邊念書 那我們正好在一起 然後她就 夏天嘛很熱 她就拿毛巾 然後就擦 擦了以後 然後就在那邊散 然後抓癢 我就說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其實這樣子的行為 真的看起來 畫面舒服看 對 很不舒服 那種 你會有那種八十歲阿嬤在那邊 擦胸部 很熱這樣 她就 她就也很大方 她就說 她怎麼樣 我就大啊 怎麼辦就很熱啊 然後她就說 我自己也難道我不能抓嗎 然後她就自己開始這樣 揉搓 用力的揉搓 我自己也難道我不能抓 這樣 不是 因為在歸咎天候 氣候啊 台灣就是熱 然後那個 潮 然後它就撥開 裡面可能會長濕整個 我有看到 有這麼大嗎 大就打到這樣 她大大 你腦子現在在想什麼 你幹嘛今天是這麼爽 沒有錯 男生假如太大也會抓 熱也會抓 那女生宿舍洗澡是 女生宿舍洗澡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狀態就是 反正都是一間一間笑耳間 但是因為有人洗得快 有人洗得慢 然後又人很多 我們只有兩個時段可以洗澡 一個就是下午的課上完到晚自習中間 五點下課到七點晚自習中間要卡吃飯 所以等於這兩個鐘頭可以洗澡 那再來就是晚自習結束到睡覺前 那段時間也可以洗澡 那大家多半都會搶那個 下課 吃飯之前 那當時的狀態就是 很多人都要用衝的 下課就用衝的 衝回去就第一個搶 那我們的浴室外面會貼紙條 每天換 你第一個衝進去 第二個卡不到以後 就在上面寫名字 然後就一個一個排 就排隊啊 對 排隊 那洗好澡的人 你就有義務去叫下一個 那下一個洗完了以後 再去叫下一個 那比如說像有些女孩子洗澡很多規矩 對 就很慢的那種 就會被人家討厭 會 會去敲門 那她會改進嗎 不會 就盡量 那有些女生出來就會 會曾經有過為了洗澡這種事情 會哭的 哭 對 不是打架是哭喔 不會啦 他們 我們學校女生都不太會進入到打架 因為打架 會 對 我會維持秩序 沒有就是 就是 每次都會敲嘛 就她洗澡很慢 那或者是只要一看到她 寫在那邊 後面就有人就說 不要排 去排別街 那 那那個女生就會被 很嚴重的 就是被 這一件事情會不會孤立 然後那有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嚴重 就是會在外面一直敲 一直弄她 一直敲 你到底要洗多久啊 你有那麼大隻嗎 真的 就是宿舍有沒有分就是年級 宿舍是這樣 宿舍 同班的住一間 就八個人一間 但是比如說是國一 比如說一層 國二一層 國三一層這樣 對 我們要問清楚 因為像是淺路的時候 不能淺錯 對 你確定是問高山哪一層 高山 國一的 沒有沒有沒有 國一尷尬 對啊 真的 太殘忍 太殘忍 有沒有那個同學 偷偷帶男朋友回去住 不行啊 為你 你們不行 你們遊學的應該 我們有碰過有歐洲的男生 在樓下一樓丟石頭 因為大概是晚上十點多的時候 其實英國外面都已經很安靜了 那有一天晚上我就聽到外面 有這樣 摳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 或不會是鳥 然後就到窗子邊 鳥 對 因為我有一次被鳥嚇到 也是鳥 沒有 那我先講 因為我 也是鳥 沒有 等一下 我想到哪一層 我先講 因為我一開始 在樓的時候就是陽雞啊 剛睡的時候 我一個人先到 所以我是被分配到 那個尖頂的小閣樓 真的很可憐 像是那種灰姑娘 寄母給她住的房間 然後我的床一躺呢 就面對一片大玻璃四方形 有一天晚上睡到一般突然 碰一聲 你們一張開看到一隻烏鴉 撞到我那個窗子 嚇死我了 然後從今以後呢 我就很害怕 然後就跟那個校監講說 我可不可以換別的房間 所以於是我換了房間之後 我聽到那個叩叩叩聲 我以為是不是鳥 烏鴉又來了 打開窗子看 我看到樓下一樓那邊草叢 有兩個歐洲的男生 拿小獅子在那邊丟窗子 然後過沒多久 我就看到隔壁女生的燈亮 然後我在想他們應該是 他們不能夠進來 因為有校監住在一樓 可是他們是用丟十字的方式 那你怎麼沒跟著去玩 不認識啊 那不敢 不敢喔 台灣男生不敢這樣子 台灣男生不敢這樣子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去遊學 我們不會空龍 我們接班不會打破 鑽頭 不是石頭 黃鐙輝 你為了進入女生宿舍 你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可以偽轉 那其實最方便可以進去的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叫那種gay gay的朋友 然後就是潛入 因為他看起來就很像女生 然後就進去 比如說你要跟誰 要幹嘛幹嘛 然後就叫他當那個來死 有沒有 古代的那個 國根國的 對 就叫gay的朋友 然後因為泰軍很女生 然後有一些gay 頭髮又留很長 所以就可以叫他們 當那個中間人 中介這樣子 但你這個樣子 你進去應該會被抓到 沒有 因為我 我可以潛入 是因為我那時候是Rocker 我頭髮超長的 Rocker 我連去Seven結帳的時候 他都會叫我小姐 因為我頭髮溜 比你還要長 可是你長那麼高 對啊 然後他覺得 我覺得射箭應該覺得 我是金剛發脾 還是很高級 對啊 反正因為那個時候會有學校 對啊 穿制服嘛 就喜歡學校制服 然後頭髮又很長 我就會看頭看臉 這樣 頭溜進去 但是 他會覺得說你是排球隊 不然就足球隊 對 或者是牽球 對 還是可以 就是朋友 住校 對啊 那女生要溜進來 就帶一個鴨舌帽 把頭髮收掉 可是你進去了之後 他同情是沒有別人 沒有 一般我們進去 其實都是 真的 真的是去幫忙 因為他們可能會 電腦會壞掉什麼 然後他們不會 所以宅男有三寶 對 我就是去修電腦 對 那有些是專門當司機 有些是送消夜 差了 你經過女生宿舍嗎 有 其實以前我是打工 就是高中的時候打工 所以我不住宿舍 可是我 我早上要上課 我是做大夜班 所以我大概四五點就會 去宿舍 就是去宿舍密宿下再上課 其實一般都是住男生宿舍 可是有一次就是 我們宿舍沒管那麼嚴 那男生要帶女生回去 所以前一天我們就會問 可以住誰家這樣 結果旁邊就有一個女生說 不然住我家好了 還來住我宿舍 我邀請你耶 這麼好 他還蠻漂亮的 然後我就 第二天就是下課我就去 之前我沒有進去過女生宿舍 那是第一次 下課我就去 結果我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在那邊等他 打電話給他 後來他就下來帶我 結果我一看到他 我也嚇一跳 想說 沒有 你還嫌人家讓你 沒有 很興奮 唯唯有你 唯唯一意識見沒有 結果還是去住了 沒有住了 可是那一天就是 後來傳開來了 結果大家說我正人君子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不要想 他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後來我就 男生有事我就去住女生宿舍 就可以了 對 拿到通行證 因為我們學校沒有管那麼嚴 那你之後處理了幾個 就是 沒有就是剛剛說 都體育班了 都比我壯 怎麼樣 然後早上人離開宿舍都拿到紅包 蛤 不管瘦這種現代啊 對 因為體育班啦 對 而且他還很敢誠實 對 所以他今天這麼瘦啊 你看 對他很敢誠實 很糟 很糟很糟 周銘吉 你都沒有想要偷出去玩嗎 我有 我有偷出去幾次 那有一兩次是離家出走 因為我在那個宿舍 本來一開始 抱著想說可以每一餐都吃到 道地的英國晚餐 結果我們吃得非常爛耶 每天早餐都只有一片吐司 抹上很微薄的果醬 然後還有西式的果汁 因為那時候台灣都還沒有西式的果汁 那是去加水龍頭的水 我就覺得怎麼會吃得這麼慘 然後 我們的社界也很誇張 常常我weekend的時候 在樓下看到他在起居室 有個男的跟他 他坐在那男的大腿上看電視 他以為我們都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樓上睡著了 結果呢 直到我要離開英國那一天 我才問說 那那個 我以為沙先生 你先生今天也會來送我們嗎 他說沒有啊 我先生在倫敦工作 所以這之前我看到好幾次 那男的都不是他老公 所以那社間他其實自己也很亂 所以不太管我們 就覺得在宿舍都很不開心 所以你們遊學都是玩這個路數就對了 沒有那是社間 英國的社間 英國的社間 那你呢 你都出去玩什麼呢 除了吃東西 有一次我真的非常想出去 因為有一個德國男生長得非常像李奧納多 那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呢 我們這群朋友跟他們的朋友約好說 那禮拜就是weekend去clubbing 去夜店玩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們都才13歲未滿 所以有好多重重關卡都得要過關斬 這樣才可以出去 我們先要借ID 然後到當天晚上呢 為了讓社間覺得我們大家都累得早睡覺 騙他也早去睡覺 所以我們10點多就上床了 然後等到11點多的時候 我偷偷溜到 因為外國的房子有後門嘛 我們就從後門出去 把他以為一切都很OK 不知道外國有那種感應式的燈 我走到快要靠近門頭 有感應燈一定亮 而且他那個快有啪一聲 突然亮了 嚇到 然後射箭的房間在一樓 他突然對著窗戶大叫 誰在那裡 嚇死我了 結果咧 結果就是犯鬼 結果因為我當上 我跟他打扮很漂亮 然後呢 然後我就趕快蹲下 因為旁邊有個草叢 然後蹲在那邊 我記得蹲了至少3分鐘才敢出來 他沒有出來找人嗎 沒有 他很懶 所以他只有在窗口瞎喊兩句 他不是懶 他也怕很小 對啊 他一直破了很大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他已經這個 他已經這個 他只是隨便喊兩下 然後那個 跟大概20幾秒熄掉 我在草叢裡面蹲了大概快3分鐘出來 然後才趕快溜出去 然後跟我朋友走到大街上的時候 才發現我們兩個頭髮很亂 精心打扮都已經毀掉 那好玩嗎 那天晚上 好 德國人厲不厲害 蛤 德國人厲不厲害 才13歲要怎麼厲害 那13歲你們去夜店幹嘛 就是想要去那種喝喝喝喝喝 只有喝到嗎 酒 有啊 因為我們有借假的ID去玩 因為你知道老外看我們都長得差不多 一模一樣 對 一模一樣 所以借那個比較年紀大的姐姐的ID 你那時候是也13歲 13歲而已啊 然後 可是東方人看起來就是比較小啊 他還讓你過 可是外國人他其實就是看ID 然後他看ID你的照片差不多 然後上面寫你成年了就可以讓你 其實也是看個形式而已 對啊 他也要賺錢啊 對 他也要賺錢啊 你看我們是不是都長得一樣 差不多 女生宿舍恐怖時間 嘴唇真相吵起來 女同學 那個樣子毛 失戀 後來就殺掉 去找那個射尖要那個監視武器 他是自殺的前一個 算凌晨了 還是站在手 對空氣亂抓 我們看到我們是嚇死了 我可以去找那個動物 可以跟他溝通的 問他當天發出 你幫忙 你幫忙 如果你要叫女孩子 從女生宿舍出來跟你玩 你用什麼方法 可以叫他拔樹啊 因為那個時候 什麼人啊你 不是因為那個學生宿舍 公司在種樹 對 然後那個樹都很大 然後很好爬 然後那時候 你只要跟他 你要跟住在二樓的女生好一點 就借他的窗戶用一下 然後就偷渡到那個二樓那邊 然後你就在樹的那邊 另外一邊接印 然後把他們接下來 對啊 曾經有過這樣 同學啊 我不會這樣 楊綺 女生宿舍有沒有什麼奇怪的規定 哪一方面 比如說不能吃東西啊 我們學校是 不能吃東西啊 宿舍 不能吃零食 為什麼 就是不能 可以煮泡麵之類的 不可以 就不行 那餓了怎麼辦晚上 那誰叫你晚上不可以吃 哇靠 這麼一點啊 是真的 飲料可以 飲料只有三種 嗯 就是說可以帶 沒有 茶不行 水 方糖 奶粉 麥片 阿華甜 那是一樣的 方糖 方糖不酸 對 你是社監啊你 就奶粉 然後 就營養品就對了 奶粉 麥粉 然後阿華甜 沒有人偷吃過 泡麵或是偷吃 泡麵絕對不行 曾經有過一個250 他真的泡泡麵 你知道完全沒有味道的地方 一包泡麵是整層樓都聞得到 就像完全沒有煙味 對 四間一出來 馬上就抓了啊 抓了就小過啊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 從哪個房間散出來的 一間一間找 你跑不掉的啊 趕快藏起來啊 你藏不 那個味道 趕快吃過 一間有八個人耶 是喔 一間有八個人 你除非八個人都吃到 難怪我同學 烤箱場被抓到 對啊 烤箱場 在學校裡烤箱場 因為我們有聽說過 在宿舍烤箱場 會全棟聞得到 我們不信嘛 真的 後來就有人 真的烤箱場 對 但是他也有藏起來 但是後來聽說有被抓到 一定抓得到 你不要傻了 當宿舍是沒有任何 其他這種味道的時候 你那個泡麵 你知道有多恐怖嗎 那個香味是 沒吃到的人全部抱走啊 真的啊 就是一聞到那個味道 很想吃 對 就抱走 然後所有人都衝出來找 這樣子 就在飛機上有沒有 長程的飛機啊 晚上要來一包泡麵 哇靠 所有坐在飛機上 都要點泡麵 對都行啊 全部要吃泡麵 很恐怖 對我們學校是完全不能吃零食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都是零食 包括我們固定 比如說早餐中餐晚餐嘛 那你如果把食物帶出餐廳 在不是餐廳的地方吃 也算零食 走廊也不行 怎麼可以 你只可以在餐廳吃飯 那你們學校有沒有福利社 沒有 我們學校連買本子都要去總務處 你們學校是營區嗎 我們就是當兵 營區一定要把營區還福利社 真的 我們學校真的就當兵 營區我晚上偷吃饅頭也沒事 對啊 而且我們內務也要打分數 真的是耶 楊卿你是不是就是在那個 你是衛里嘛 對 過度的壓抑就過度的崩潰 壓抑然後後來到了大學 你就放了 真的 而且我其實在衛女中年五年 到後來啊 我們藝術學院也有在住校的 也有時間 你有住嗎 我沒有住 我後來自己出去租房子 因為我後來 嚴重的心理問題到 我只要看到一個人 叫做射尖 我只要看到他 我就想讓他吵架 你們有看過就是 為了追求住宿的女生 然後做的浪漫的事情嗎 因為我們那邊做的動作 應該不算是浪漫 就是盡量滿足女生的需求 像他們如果沒有宵夜的話 他們就會送宵夜 但是也是進不去 就會有那種 古代水井打水有沒有 有一個水桶 然後用個竹籃子 然後用繩子 從四樓還是三樓就弄下來 然後宵夜買好之後放進去 然後他會收上去 但是連手都牽不到 你就要回去了 你就一直對他們好 通常去送宵夜的都保不到你 對 都是被利用的 我們學校是 我那時候一年級 然後我們第一期是四年級 然後我們有個學長 就對我們班一個女同學 很愛她 然後兩個都住校 兩個最後愛到不行 相約睡頂樓 因為那樣子才能夠 對他們才過癮 在一起 冬天嘛 年費 鋪的 然後睡到我們開招會 大家全部在頂樓開招會 對 然後 然後 人家教官踹起來 兩個都放著可以被炒掉 好開心喔 好愛喔 愛死了 那個是經典喔 真的愛死了 好浪漫喔 愛到這種境界喔 真的 愛死了 哇靠 太正了 全部 你說用那個螢光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算是學妹 我的同學 然後是追這個學妹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嚴格 我們都還是可以偷偷跑進去 女生宿舍 解決一下 沒有 就是女生生日 那女生生日 然後那時候 那你一定要去了 沒有 我們是做事去秀 你是外國人美 沒有 沒有 就是我們就是 我們是念室內設計的 所以一些漆漆 油漆啊什麼 我們東西很了解 所以那時候是 學生宿舍其實很無聊嘛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 他生日的前一天 我們跟女生串通好 跟他同寢室的女生串通好 然後我們帶螢光漆去 前一天 前兩天晚上 我們就開始畫 因為他一般打開燈 是看不到的 你要用一個黑管 一個叫黑管 直外線燈開 對 所以當天是 我們畫了整片的星空這樣 好浪漫喔 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走進去 然後我們也在等他 他也覺得 這個驚喜 因為可能也 一開始就知道 我們要給他驚喜了 可是進去看到禮物 看到蛋糕也覺得沒什麼 可是當燈 打下去的時候 我看到真的很屌 真的很屌 他應該感動 女生就 女生就在掉眼淚 對啊 然後我們就退 對 工程 對 謝謝 已經暖場成功 對 不用留下幫忙 對 接下來就是 跳校 厲害 居哥你有沒有出過校 有 你出過校 我高三的時候 在木障 沒有啊 你那個時候想成為國劇科 對 對 那個時候我早上起來 跟他們一起練功 你那個時候練壞了 你那個時候練壞了 不然你會更高 你應該可以長到1.8 沒有沒有 不是 可以 不是 可以 你們那時候住校是自願的 想住就住 對 想住就住 對啊 但是誰願意住校那個時候 對啊 都是在外面租房子啊 誰願意對不對 國劇科只佔了大部分 然後我們 綜藝科只分到一間 對 沒錯 男生啊 男生那邊只有一間 根本沒有人要住嘛 國劇科他們就小學就開始住了 對啊 他們四年級就進來了 所以幾乎都是國劇科 只有一間是綜藝科的 他們也不想 老師應該也不想給你們綜藝科住 不會不會不會 沒有沒有沒有 有那個外縣市 是綜藝科的學生自己不願意住啊 誰要住啊 我就算住中南部 我情願在外面租房子啊 是是是 比較自由啊 晚上我還要去接應他們出來 啊 以前你就是帶他們去那個喝酒 喝酒 吃小夜 吃小夜 每天就回來今天晚上好 不是國劇科翻牆出來 就是可以可以可以 你太快了 不是 不是 爬半天 爬了半天 這樣 乾淨了 什麼 好帥喔 回去也是啊 回去那個牆嘛 我們回去了 拜拜 我們要回我們製冰處 好 我走了 好 他就不見了 可是 剛剛那個時候也很瘦 你不行嗎 國劇科你跟他比什麼啊 沒有那個身段啊 對啊 他那個就跟長龍一模一樣 大大 就過去了 對啊 還要回來了 拜拜 那你住校沒有戀愛 沒有 不行啦 那裡面恐怖喔 不行 晚上那個晚上 他們是體育系的 我們是國劇科的 對不對 一輕微的功夫 而且那個那個 那時候管得很嚴嘛 男生一邊女生一邊 那問一下 宿舍有沒有靈異的故事 好朋友女同學 對 他們是住一起的 那當然我們 他們那時候可以養寵物 養一隻貓 就是不是 也是波士貓啦 不過是正直的波士貓 就是 我跟女 這個女同學很好 那她的女同學 失戀 然後她 就後來就 上吊 就掛了 沒有 而且我們是 這個女生 第一時間 我們發現她不見的時候 她第一時間打給我 然後要我們去找 然後我們去找的時候 就是去她的房門敲門嘛 結果聽到喵喵叫 然後 可是我們也不敢進去 以後大家怕嘛 然後叫警衛來開門以後 設定來開門以後 是真的人在裡面 掛在廁所這樣 可是 我說真的就是 那隻貓 因為我們也很熟 後來那隻貓 就真的是帶我 我帶回家養 到現在還在我家 所以那個貓 親眼看到她主人上吊 應該是 應該是 不過那個貓還蠻可愛的 可是這個重點是 這個還可能 因為我們沒看到現場嘛 我們不覺得恐怖 所以後來我們就覺得 過一兩天我們覺得奇怪 我們是 因為那時候警察也是 確定是自殺 因為男朋友也承認 就是她要自殺前天 就打給她 然後可是 我們就去找那個 射尖要那個監視錄影器 就是 我們去看監視錄影器 因為當天我們就看到她穿的衣服 是粉紅色的睡衣 就是恐怖的是 我覺得恐怖的是 她站在走廊 一個人 然後她是自殺的前一個 算凌晨吧 還是 我們看到我們就是嚇死了 你知道嗎 而且是我把貓帶回去養的 第二天我才看到的 你怎麼那麼爽 不是 她亂抓的意思是 好像是她 憑空在跟人家對話 沒有 就是亂抓 就是憑空亂抓 超恐怖的 我們都嚇傻了 你還敢把那個貓帶回去 沒有 就是重點是那個貓 就是晚上喵喵叫 我以前很愛搭 女生的海報很大 眼睛看著我 徐若瑄的 看著我睡覺很開心 後來我都不敢 把頭撕起來 把頭往下撕 不敢讓她看我 這很恐怖 這真的很恐怖 那隻貓現在還在嗎 還在 還在 叫大頭 很可愛 可以去找那個動物 可以跟他溝通的 問他當天發生什麼 他也不願意回憶 為什麼要逼他呢 對 你又不是貓你 你知道嗎 沒有 我們現在會死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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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玩弄自己女友 抱負發現意外說話 他也是有把你把人去抱 每次我去唱歌 因為我都要打工 他送他回去 結果當天 就被他提 直接 蛤 怎麼會這樣 明天去他摩托這房間 國光幫助他幫忙 其實學校也沒有靈異了 我們 我 國中到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是基督教學校 所以基本上 鬼故事只能私下講 但是 在宿舍裡面 對 大家會不會圍著講 會 一定會 圍著講 圍著講 我就真過癮 真好玩 那些女生每一個都會 雞貓子亂叫 嚇她一個禮拜 不能睡覺 這樣子 好過癮 魏林平中沒有 因為她是基督教學校 所以 沒有 就只能聊 沒有什麼什麼什麼 永遠不能住的宿舍 沒有傳說 沒有這回事 沒有什麼永遠不能住的宿舍 也沒有什麼永遠 什麼打不開的櫃子 這一類 都沒有 都只有私下可以講 那後來當我念 藝術學院的時候 也有要住宿舍 那曾經有一間 也是很妙 他們 就我只能講戲劇系列人 腦子都不一樣 有一間寢室 他們就說 有 靈異事件 因為他們速度 就是每次回去 可能衣服 可能書亂丟 衣服亂賠這樣子 第二天起來 都會就定位 小經理 他們就會 他們就實驗了好幾次 說真的就是會 而且去 問別人 他們都說 沒有啊 誰幫你收 誰幫你收 四個人一間嘛 後來四個人 對完以後 就都沒有人 幫他們收 那一開始 他們就說 有一點點毛 但是只要 他後來來跟同學講 所有的人 都講說 可以請嗎 我如果去拿香 把他請到我家 我想要有人幫我收 就是沒有 所有的同學的回應 都不是說 好恐怖喔 大家都說 這麼好 會打掃 可以請 結果 最好笑的是 後來那四個人 他們都不跟人家講了 因為他們覺得說 留著好久 請走了 誰來幫我們收東西 好康自己用 對 社會也都不停 所以不留 喂 結果後來 他們說很奇怪 講了以後沒有多久 他就不放 所以Windy 你曾經跟一個室友 然後室友有胡臭 好慘喔 對 我剛才就想講 其實很多人 對女生宿舍有幻想 可是我覺得女生宿舍 是一個滿奇妙的地方 因為在宿舍裡面 所有的女生 都會圓形畢露 對 就是他內心如果很狂野 在平常不敢展露的話 他晚上就會穿著 胸罩跟三角褲 在走廊上走 那還有另外一種相反 就是他外面 平常看起來是整整齊齊 可是回到宿舍 就真的是 超髒超噁心的 挖鼻孔摳牙齒 這東西亂擺的 這是基本 是基本 真的 我的室友就是這樣子 她是一個土耳其的女生 然後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她的長相 她長得有點像巫婆 尖尖長長的 然後她是有一點金棕色 髒髒的顏色的金髮 然後戴了厚片大眼鏡 她頭髮從來都只是拿橡皮 直接這樣綁起來 有一兩根一定要掉下來這樣子 然後她身上的T恤 一定都是快要到膝蓋這麼長 然後T恤上面必備的 就一定要有茶字啊 蛋糕字啊 醬油字 都在她的T恤上面 然後她是我的室友 然後最慘的是 只要天氣稍微熱一點 她就很重很重的糊臭味 那可是我覺得是禮貌 我不敢不好意思跟她講 所以只要一熱 我就會默默去把 房間的窗戶打開來 然後好笑的是她還很喜歡 我從台灣帶來的洗髮精 她覺得台灣洗髮精不太像 然後難得她那麼不愛乾淨 可是喜歡台灣洗髮精 我就拿洗髮精送給她 那你就比較好過一點 就是有一次 我不知道出去跟那個 德國男生出去玩 然後我那個室友又超愛管閒事 她說我覺得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們都是來這裡有學念書的 怎麼可以偷偷出去玩 就一直像媽媽一樣一直念我 我說那我那個洗髮精給你好不好 拜託拜託 你一定要幫我 她就看在那罐洗髮精的份上 才不去打我的小報告 所以說你又出國要戴洗髮精嗎 對 那你們在睡覺的時候 都會聞得到她的糊臭味 一整天都聞得到 在一整天都聞得到 她用洗髮精洗都沒用 我本來想說洗髮精可不可以增開一點 久了以後喔 你如果再做主流一點 你也會有 就會吸到我皮膚裡面 也不會傳染 不會傳染 因為她的味道太重 她會吸附在你的衣服 衣服味 我真的有一天晚上 是因為房間太 味道太重我受不了 然後去偷偷跑出去住別人家 你因為隔壁是有巴尼馬子 你去報復 沒有 這也不是隔壁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住 一面點頭一面說沒有 那時候是住同一層 然後其實我們那時候 是真的管得非常鬆 所以就是大家都有女朋友 都有帶 當然我也有 然後我們都很好 我們那時候是為了要組一個樂團 我們就乾脆組一起這樣 然後那是我組唱 她其實平常沒什麼人緣 所以那時候我幫她找工作 然後她吉他 她買吉他間組唱 我也是借她錢讓她買 然後也幫她找到她的女朋友 也是算幫她罰 然後後來是 有一次我們去唱歌 因為我都要打工 我是打 我都做大業班 結果我請她送她回去 結果當天 就被她聽 怎麼會這樣 好惡劣喔 這是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她不會覺得惡劣 她是喜歡 就OK的 沒有 後來打聽 後來就是問出來 在公園 就我想說 公園我都沒去過 公園 對啊 會不會就是因為 你不帶她去公園 她才跟那個 過幾天就 動不動 就先處理她了 結果這個男生 我們就五個男生 就揍一揍 可是每天要見面啊 出來 因為我們是共同的客廳 我們以前就是 男男女女打麻這樣 看電視 每天出來看到她很痛苦 然後樓下是 就是我們停車場嘛 就是她摩托車 那邊有 有那個什麼 洗洗衣機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每天去她摩托車旁邊 灌什麼熊寶貝 然後摩托車 游下去那一塊 學校上坡嘛 抖 她都要騎摩托車嘛 每天經過都灌 可是每天就在等她上來 就想說 不能上來 逃不上來 每天還是騎著那台摩托車上來 好強喔 厲害 很細對不對 而且排氣是香的 真的 而且很不好 你知道嗎 排氣有病不好 可以要 洗碗精也灌 過兩天 紅茶 中餐吃完 紅茶也灌 還是騎上來 就是騎上來 好帥 那台車的腸胃真的很不好 就每天騎 每天灌 你知道嗎 每天很氣 終於有一天看到她 騎到禮拜又簽了 過半個月了 好帥 你沒灌就半個月 沒有後來就是想說 以後就買那一排 直接逼她換車 不是比較快嗎 再氣半個月 OK的 是 直接逼她換車 不是比較快嗎 再氣半個月 OK的 是 是一個氣氛 你回數出來看到人家 正在黑熊 沒有那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太熟了嘛 打工完 有時候就是好朋友 已經不需要溝通了 直接開門就 進去就是要睡覺了 對 有一次就開門進去 欸 sorry 老萬 講過來了 發現喔 沒有 以前唸外語系的外語系 真的喔 欸 sorry 你不是光 是 這是高中的 後來唸外語系 大學唸外語系 OK 所以 所以 你是不是從美國逃過來 怕被她發現 沒有 其實你是美國的經濟派 沒有啦 蛤 那她戴黑熊是什麼樣姿勢 沒 沒有 男人的背啦 我只看到她的背 那你出來又在後面等 蛤 沒有我後來就去住女生宿舍 就是這樣 就是男生宿舍不能住 所以互相被人就對了 那個體育班的收留我一下 我也不能這樣 要去賺紅包 我覺得 那位 那你是說 一直打電動什麼意思 一直打電動 喔 因為 我們那個 在學生宿舍裡面 大概四個人擠一間 已經很擠了 所以 其實如果你一天小聲音的話 很容易就 睡覺的人會吵到 有一個同學 他每天晚上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要打電動打很晚 然後他會一直發出 很奇怪的聲音 什麼 然後你就整天晚上 整個都睡不著 但是這個還不是最討厭的 最討厭是 那一個同學 他喜歡偷用別人的 冠洗用具 喔 這很惡劣 偷擠牙膏啊 偷用沐浴乳啊 我就發現奇怪 因為我喜歡用 某一排比較貴的 所以香味比較不一樣 對 然後 因為我頭髮很長 我那個時候是Rock 頭髮比較長 好了 不要再特別強調 我用那一排才可以 把頭髮比較好洗 要不然會很燥 結果發現我的 我的那個 沐浴巾很快就沒有了 後來我就發現 我就開始懷疑 是誰在偷用 我就在那邊撐 然後撐到最後就是 我發現 有一個人已經墊底了 可是 他過了一個月 還是你 對 我就發現是他 因為我 後來我就都不買 然後我就跟他在比 看到底最後誰先買 所以我就受不了 因為我 大概兩天沒洗頭 我就去買一罐新的 對 就很討厭遇到那種 偷用別人的沐浴巾 是 他會偷用你的牙刷嗎 我不知道 欸 搞不好刷刑 他用刮鬍刀比較恐怖 對啊 有的人會偷用 會傳染病 對 是喔 會討厭那一種 你那時候說他在學校 頭髮那麼長不會怎樣 不會啊 因為我那時候是樂團 就是 其實我也是其他 不好意思 自從那個女朋友被用以後 就沒有再 再也不搞 再也不搞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都賣掉了 我看那個歐美啊 的槍與玫瑰什麼 然後頭髮都溜很長 對啊 然後去模仿雨玫 對啊 歐洲合唱館 然後我頭髮的 視覺戲什麼的 我畫得跟八家醬在那個唱歌 我們以前都會這樣 不是 那為什麼 就退出Locker的行業 因為後來有人跟我說 有一個製作人 有一個製作人跟我說 有一個人製作人跟我說 我跟你講現在發商片 有盜版什麼時候 你根本賺不到錢 你要不要試試看當諧星 我覺得 你還滿像康康 你要不要模仿康康一下 真的嗎 我有像康康嗎 你看 後來就開始模仿 然後就開始進入圈子 那你就連工程師都不做了 對 我那時候我要脫離的時候 我跟那個要簽我的人說 我一個月就是 還滿穩定的薪水 我還有年重分 我為什麼要 我神經病 他們一直洗我腦 洗到最後我就想說 他怎麼洗 你就是神經病啊 你不知道 你是神經病 你是神經病 你不進來科系 就大概講這一方面 後來我就被洗掉 我在想說你的足科 你是頭髮是要很震驚嗎 還是 沒有我在主科的時候 其實也還滿長的 但是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到這麼長 就頂多就到肩膀 肩膀掛面 對 蔡爾倫 他射肩約你出去玩 沒有就是 因為他也是十 算實習老師 所以很年輕 沒有沒有就是 晚上就 有一次我們也是跳出去 爬後面出去 然後他都會尋嘛 對 抓到啊 被抓到 就一直問啊 你們到底是去哪裡 因為那時候我是去 他是講英文吧 對 沒有啦 講台語啊 那時候我們住台南 就是我去台南受訓這樣 就是住宿舍 你會講台語嗎 你只想看講台語好不好 你現在開始說台語 川芳 然後他抓到你們 對沒有他就說 然後一直問我們到底是去哪裡 台南 現在能去哪裡 我們想說到底問這個 我想說講出來以後怎麼辦 後來他逼問 我們就說去有一個小的 小的bar 然後他就說 好啊 那就這樣子 以後不帶我去 我就抓你 那他也跟你們去誰管 沒有他就門鎖起來啊 門鎖起來啊 他是那種愛玩的射尖呢 對啊 而且就是我們還是 後來認識他一些很開心囉 然後我們還是要爬出去 然後他就從門口出去 他就從門口出去 門面也還是要做啦 對啊 然後來跟這個射射這麼好 有沒有一些好處啊 沒有啦 就是出去他會出錢啊 真的 這大 太棒了 年紀比較大 他會出錢啊 出錢 然後我們可能起來集合的時候 故意沒點到我們 大家喝多了 好 他也知道就對了 對 他自己也可能也不一定會起來點啦 有時候 他也喝多了 夏依你當model當多久 大概三四年 三四年 三四年喔 當model辛苦不辛苦 model就是 興趣啊好玩 就是其實我有別的工作 有別的工作是 DJ啊就是 在哪裡 在台中 model你又是DJ 哇 你這個女孩子 沒有啦 就是工作很辛苦的時候 就用一樣的 沒有時間 去認識女孩 其實沒有空 只有時間照顧貓嗎 對 工作的時候 美女都會繞在你身邊好不好 沒有 就是其實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沒有啦 現在是單身嗎 對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幾個 哪個貓 五個 哪個 我就 化整美女 有沒有好像一個 沒有啊 一個而已 你要不要四十五個 你 我以前年輕時候 女朋友不來個三個六個的 不叫交女朋友 年輕的啊 是不是 他家有貓在管 都交幾個女朋友 才有得選 對啊 其他一些學妹都爬的 厲害的 沒有啦 她的化人性大便都開始了 真的啦 真的啦 那一次沒有去 你要我確切的講出來 沒有 講 沒有聽 不是現在是先底 還是怎樣 還那麼硬 上 上 對不對 就是反正女生宿舍呢 就是一個 對男生來講 是很神秘的地方 可是在女生心目中 其實就是一個 宿舍嘛 非常就是 結開 住的地方 平民的地方 真的很慘 對啊 但是就是大家要進去的話呢 就是大家各自小心 被抓到 就算你自己 各自小心 命不好 謝謝各位參加博光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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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秀才藝 外貌成交點 早上 好 你怎麼Fear Style 是不是最厲害 你怎麼會敲啊 你在我前面 我真的很想跟你拍拍 撈得住 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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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不住